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九节 行为对象危害结果和行为状态 这个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行为对象呢是行为所作用的人或者物 它是构成要件的选择性要素 而非必备要素 因为有些犯罪是有行为对象的 比如说故意杀人罪的行为对象是人 盗窃罪的行为对象是财物 但是有些犯罪是没有行为对象的 像偷越国边境罪是没有行为对象的 伪证罪也是没有行为对象的 行为对象呢跟法义有联系 但又有区别 相同的行为对象 有可能侵犯的法义是不同的 不同的行为对象 有可能侵犯的法义呢是相同的 比如说都是财产 如果是个人的财产 那构成盗窃罪 如果是国家的财产 对吧 那如果国家工作人员监守知道 那有可能构成贪污罪 所以他们侵犯的法义就可能不同 这个概念并不重要 我们关键呢 把目光投放在危害结果 什么是构成要件中的危害结果 构成要件中的危害结果呢 就是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义 所造成的实际损害或现实危险 所以很明显 这种危害结果有两个 一个是实际的损害结果 想故意杀人罪把人给杀死了 还有一种呢 是一种具体性的 现实性的一种危险 比如说放火罪 火苗创起了 创起了二十 二十多名 足以危及公共安全 虽然还没有烧死人 但足以危及公共安全 这个是一个现实危险 那关于这个危害结果 其实主要是一些分类标准 有些分类标准呢 人为的分类标准 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困惑 一个是行为犯和结果犯 行为犯和结果犯呢 就是我们认为 如果构成要件中包括了结果要素 那它就是结果犯 如果构成要素没有包括结果要素 那它就是行为犯 你比如说 故意杀人罪是结果犯 而伪证罪是行为犯 但是还有第二个分类标准 叫做食害犯和危险犯 这个就让你困惑了 食害犯呢 其实就是实际损害的结果犯 它是一种狭义的结果犯 就是这种结果犯 只限于造成了实际损害结果 想故意杀人罪 故意杀人罪 而危险犯呢 则是对法义造成的危险 但是正是因为危险犯这个概念呢 会产生一些困惑 因为传统刑法呢 把犯罪分成三种 行为犯 危险犯 和结果犯 那正是因为传统刑法的这种分类 让大家感到非常非常的困苦 行为犯 危险犯 和结果犯 其实在传统刑法中 这个结果犯 它说的就是狭义的结果犯 就是造成了实际损害结果的 这种结果犯 想故意杀人罪 把人给杀了 而传统刑法所说的危险犯 其实说的是一种具体危险犯 因为危险犯 其实有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普通民众 能够感知到危险的 那种实打实的 火苗20多米的 那种足以危及公共安全的 那种现实性危险的 一般人能够感知到危险的 那种具体危险犯 但同时还有一种危险犯 叫抽象危险 抽象危险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 立法推定的危险 你比如说醉酒驾车 我这个酒辆五斤 开着车现在才喝了半斤 感觉一点危险都没有 现在拿到卷子让我做 觉得打一百分 没一点危险我感觉 但是立法推定 只要醉酒驾车 一定推定有危险 这个就叫抽象危险犯 那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呢 简单而言 具体危险犯呢 是一种实打实的 是一种司法认定的危险 就是你必须要用证据证明 它危机的公共安全 所以有一年就考了一道题 在高速公路的连接带 放了一个小火苗 20厘米的小火苗 问够不够成放火罪 不够成 因为它并不足以危机公共安全 从经验法则上 没有证据证明 它危机的公共安全 但是呢 这个抽象危险犯的危险 你比如说生产销售假药罪 这个假药刺了对身体背好 对吧 但是我们认为生产销售假药罪 你只要吃假药 那就推定有危险 感冒了就应该喝白开水 对吧 我这个这个感冒药 全用白开水做的 那我觉得这个白开水 对人体不仅没有害 那反正感冒嘛 它是一种自线性疾病 你不吃药 七天也好 吃药七天也好 反正只是减轻你的症状罢了 所以我们这个药 都用白开水做的 一天喝40支 每支20块钱 全是纯净的白开水 那这够不够 生产销假药罪呢 那从具体的角度 好像没有危险 但是立法推定它有危险 所以抽象危险犯 其实是一种立法推定的危险 而具体危险犯呢 是一种司法认定的危险 是要用证据来证明的 如果大家不是特别讲究的话 其实传统上所说的行为犯 它就是抽象危险犯 它对法义 有一个抽象危险 传统上所说的危险犯 就是具体危险犯 传统上所说的结果犯 就是狭义的结果犯 叫做死害犯 那这里面可能要注意了 我再次提醒各位 抽象危险是立法推定的危险 所以它不是构成要件中的危害结果 因为构成要件中的危害结果 这个即便从广义的角度来说 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 也只包括两种危害结果 一种是实际损害结果 一种是具体危险 所以抽象危险 无论如何都不属于构成要件中的危害结果 这个大家是要特别特别留意的 从概率法则来说 如果说具体危险对法医的危险 大概是60% 70% 80% 抽象危险对法医的危险 那可能就是10% 20% 如果对法医没有任何危险 那其实根本就不构成犯罪 比如说高空抛物罪 我认为高空抛物罪 那它就是一个抽象危险犯 但这个抽象危险 至少对法医要有20%的危险 你从50楼把你女朋友送给你的情书全扔 像雪花一样的扔下来 这个构成高空抛物罪吗 我认为不构成 你在10楼吐了一口糖 张三正好抬头 掉在张三嘴巴里面 构成高空抛物罪吗 我认为不构成 但是你是在10楼扔了一个燃烧的烟头 掉在李氏的头发上 李氏刚刚直完发 几千块钱又没了 这构成高空抛物罪吗 那我认为就构成 甚至没有掉在李氏的头发上 掉在小baby的婴儿车上 只是小朋友没有坐在婴儿车 那我觉得至少要有20%的危险 那就可能构成高空抛物罪 或者你凌晨三天 从这个20楼扔了一个钢琴下来 那至少也对法医有20%的威胁 那显然就构成高空抛物罪 但是如果楼下有人在跳广场舞 你绕了80个燃烧的煤球 因为楼下广场舞 正在跳燃烧吧 卡路里 那这就有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关权罪 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关权罪 它是一种具体危险方法 所以我把行为犯理解为抽象危险 它至少对法医 至少有10% 20%的威胁 如果对法医没有任何威胁 那不可能构成犯罪 对吧 你跑到公安局 说给我利案 不给我利案 老子把公安局炸了 你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吗 警察说你是来自首的吗 这完全是口嗨 口嗨没有威胁任何法医 就不应该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虽然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是行为犯 但行为犯 它也要威胁法医 我这次提醒各位 行为犯就是抽象危险 抽象危险是立法推进的危险 那么具体危险 是司法认立的危险 是一种高概率的危险 这个结果犯 它既包括失害结果 又包括具体危险 广义的结果犯 构成要件中的危害结果 包括失害结果 也包括具体危险 行为状态 行为状态呢 是成立构成要件 所规定行为 所具备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对绝大多数犯罪而言 时间地点和方法 并不是必备要素 只是对少数犯罪而言 时间地点和方法 就是必备要素 你比如说非法狩猎罪 禁猎区 禁猎期和禁止使用的工具 在北京 全域禁猎 全联禁猎 湖南好像从2018年开始 连续五年 全联禁猎 全省所有区域都是禁猎区 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 野生动物碰都不要痛 一碰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这种时候 禁猎区 禁猎期和禁用的工具 就会成为必要素 那禁用的工具也包括很多 比如说电雨 这个烟熏 还有一网打尽 都有可能是禁止狩猎的工具和方法 这些都是必备要素 当然对某些犯罪而言 行为状态可能是法定升格的条件 你比如说在公共场所单重强奸 它就属于强奸罪的加重情绪 处思念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这种事情 但是对于大部分状态 这种行为状态 只是良行的注定要素 那冠天化了下杀人 跟夜黑风高下杀人 那冠天化了下杀人 可能啊 这个刑法就要更重一点